我們第一位講者就是來自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教授Professor Janet Worker Professor Janet Worker有兩個講座教授的職位 她是University of Killam Professor 以及Canada Research Chair 她是一個發展心理學的學家 她在1984年的時候已經發表了一個 在我們的科目裏面最權威的其中一個發表 就是Worker and Tees 1984 她那篇文章就是大大地改變了 我們去看小朋友從嬰兒開始 那個語言成長的發展 那現在三十幾年後 我們很榮幸在澳門這裡請到她來跟我們講今天的課題 她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她的研究的發表 也在很多最尖端的科學雜誌裡面發表 例如Science N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N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在美國的 她拿了很多不同的獎 在2014年她是在加拿大 以及在她的大學UBC裡面 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科學家 是在美國的研究中獲得一個院士 在她的科目裡面 只有另外一個加拿大人獲得一個獎 榮譽而已 在2015年她在加拿大獎得一個金獎 就是文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局裡面頒給她的獎 她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獎項 因為她的研究 是真的大大改變了我們 如何去了解我們小朋友 從嬰兒開始的學習 我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再講 她今天是跟我們講 關於小朋友的語言發展 嬰兒的語言發展 特別是針對一些相語 學兩種語言的小朋友 她的腦部的發展 如何 她語言的發展 如何 她是今天我們的主題講座的講座 事不然前 我現在請了Professor Janet Worker 來臨場 來臨場 謝謝 多謝大家 多謝Patrick 的介紹 多謝大家 很開心 來到這裡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單語和雙 動物 動物 還有雙語 英語 英語 語言 雜得的 就好像大家知道 其實 語言是一個人類很特別的能力來的 動物不會有這個系統 所以我們不單止可以講一下我們想要什麼 或者我們身邊有什麼危險 我們還可以講一下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歷史 和可以做一些複雜的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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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些複雜的解決 好像在英文裡面的Struck 這個字有三個聲音 但是中文裡面 就是不可以有這個組合的 相反 在英文裡面 就不會有聲調的 另外我們也有一些 一些詞綴的規則 而這些規則 就可以令到我們可以溝通到 我們想說的是什麼 雖然語言很複雜 但是小朋友是可以 學習到這些複雜的規則 而他們也不需要去學習 只需要和他們的父母 和他們的照顧者 去聊天就可以了 在這張照片裡 這個小朋友 Lavender 他是一個相遇發展的BB 他就是廣東話和英文 他可以學習這兩種語言 同時地學習 他可以學習到聲音的組合 如何去組合這些聲音 去做一個字 如何去組合字 去做一個句子 透過這些方法 他就可以把他的想法 告訴別人 聽的 那究竟怎樣做的呢 宿戀語言的能力 其實是非常之 非常之上見的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雙語制是非常之上見的 而在加拿大 因為很多小朋友 都是同時去學習兩個語言 的 那當然 在世界上 不同的人 其實都會學兩種語言 所以如果我們想知道 語言習得的原理是怎樣呢 我們不單要學單語的語言學習 亦都要看雙語的語言學習 而很多家庭都是在雙語的語境上 讓小朋友成長 在加拿大 我們有兩種官方語言 那就是英文和法文 那就是英文和法文 那但是呢 法文呢 就不是整個加拿大都那麼多的 尤其是在南部 那但是它呢 就會用在灰北黑的地區 就會比較多的 那在2011年的普查裡面 我們知道呢 有18%的加拿大人 就是在家裡用雙語的 而有26%的溫哥華人 就會說兩種語言的 那而在我 對了 溫哥華呢 就是我來自的地方 那就有26% 那由2011年的普查開始 去到2016年 始終都是會有一個 相信會有一個增加的趨勢的 那加拿大呢 就是一個雙語的國家 那在這個圖表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加拿大10個最常用的語言 那最常用的語言呢 在溫哥華呢 就是中文 那在這個圖裡面呢 是沒有英文的 在2011年 廣東話呢 就更加是多過普通話的 那有一些地方呢 就是可能 廣東話和普通話都有用 或者是用其他的 中文的 中國的方言 那所以呢 語言的學習是怎樣開始呢 那我們這裡有一些 的離程碑的 那在BB一出生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知道 BB是可以學習到 可以分辨到 一些普通的聲音 普通的聲音 和他們的語言 在四個月開始了 那小朋友就已經開始去 記得他們的名字 也都可以認到他們的名字 那去到六個月大呢 他們就會懂一些常用的字的 去到十至十四個月呢 那他們就會開始說到第一個字 就好像爸爸媽媽這些字 那去到十八至二十四個月呢 他們就可以開始說一些短的句子 那有些小朋友是會快過其他小朋友的 那雙語的小朋友呢 其實都會經歷相似的里程碑的 那有些呢 就會遲一點 但就不會說非常之顯著地遲的 那有些小朋友呢 可能他的遲語的累積呢 是會比較慢一點的 但是呢 其實我們學習母語的能力呢 其實是 在他們認到自己的名字之前呢 已經開始了的了 那在我的實驗室呢 我們就會看 語言集得的感知基礎的 那就不單止是看BB出生之後 也會看看他們出生之前的 那我們呢 就會看聆聽的能力 他們呢 就可以分到他們母語的聲音 那他們呢 透過聆聽 他們可以學習自己母語的聲音 然後呢 他們就可以 將這些字組合去變成一個 那其實呢 這個能力呢 在他們出生之前已經 開始可以累積到的了 那其實呢 BB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在子宮裡面的時候呢 已經可以聽到媽媽的說話的 因為呢 我們呢 在BB在子宮裡面的肚子裡面 在BB在子宮裡面呢 其實可以經過骨頭的傳導 那就是聽到媽媽的聲音 就不單止是可以靠空氣 所以呢 媽媽說話的時候呢 肚子裡面的BB呢 就可以經過骨頭的傳導 和空氣傳導 去聽到媽媽的聲音 所以呢 其實呢 學習自己母語的能力呢 在他們出生之前已經開始了 那 其實呢 BB一出生的時候呢 他們已經是一個 語音發展的一個 嗯 專家來的 他們一出生的時候呢 已經是 賦予了這個能力了 所以呢 其實BB一出生呢 就不是一張白紙來的 而是呢 他們已經有一些的準備 可以令到他們 將來學習母語 是比較容易的 例如呢 這個是我的孫女Dalia 那她一出生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是 開始準備 可以學習語言的了 那她呢 對於語言呢 是有一個特別的編號的 那如果呢 如果呢 我在她身上 做一個實驗 在她初生的時候呢 那我會找到 其實她對於 呃 猴子的說話呢 其實都會當是 說話 當是語言這樣去聽的 那但她已經開始慢慢會有 對於 英文的編號了 那英文就是她的母語 那去到五個月的時候呢 那她呢 那她呢 就開始學習多一點的英文啦 那她呢 也都會有很多的彈性 去學習其他的語言 就好像德文那樣的 那她呢 那她呢 也會慢慢開始學一些 原音啦 和一些副音的 那她到一歲月大的時候呢 那她更加是變成了一個 專家啦 那在這個時候呢 那她呢 她已經開始懂得說字啦 她是一個很快的語言學習者啦 那她也都慢慢會開始說話啦 那她也都慢慢會開始說話啦 也都變成了母語的專家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這個talk裡面呢 我會說說 其實呢 BB 在她們出生之前呢 已經是可以 已經是可以開始學習她們的語言啦 那通過一些經驗啦 那她們也都更加變成一個語言的專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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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們都更加變成一個感知的準備性啦 那BB呢 一出生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是對於語言的聲音呢 是有一個編號的啦 那我一會兒就會說回多一點關於這個實驗的詳情的 那但是呢 我現在都可以說一說啦 這個實驗呢 是做一個高頻的吹絕實驗的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BB如果去 嘴奶嘴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給她一些聲音的 那首先呢 我們就會找到她的 基點啦 就是她平時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她會 吸絕的力度是幾大啦 那如果她是吸絕得大力一點的話呢 那她會 聽到一些不同的聲音的 那所以如果呢 她們聽到一些她們想聽的聲音呢 她們會 吸絕得大力一點啦 也都會吸絕得多一點的 那我們的結果呢 就顯示 如果她們聽著一些 是說話的聲音啦 那她們會吸絕得大聲 大力一點 也都是大力一點的 多一點的 那所以呢 其實BB出生的時候呢 已經是有這個能力去聽 已經是有這個能力去聽 不單止是她的母語啦 也都是所有的語言的 那所以呢 如果BB在子宮的時候呢 已經聽到某些的聲音啦 即是她的母語的話呢 那她是會 有一個偏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啊 看這個短片 那在這個BB呢 她就會聽到 嗯 她就會聽到一些 菲律賓話啦 和英文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她的面 她的面珠燈 那現在看看 那她現在呢 那她現在呢 就開始絕了 你看不看到呢 那在這個 剛剛那個時間呢 她是特別大力一點的 就當她聽到她的母語的時候呢 她會特別大力 吸絕得特別大力的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跟一些 嬰兒的媽媽說啦 其實她們一出生的時候呢 即是出了幾個小時的時候 開始啦 已經是開始講 已經是準備著去學習語言的了 那相與發展的BB呢 她們在一出生之前呢 已經是聽過 兩種的語言啦 那所以她們的母語呢 是有兩種的 那所以如果是單語的 英文的BB呢 那她就通常呢 她就會喜歡聽英文多一點的 那如果是 菲律賓英文的 雙語BB的話 那她就兩個都喜歡的 她們兩個的語言呢 她們兩個語言的聲音呢 都會是很喜歡的 那所以她們聽的時候呢 兩種聲音呢 都會是 她的頻率啦 她的頻率啦 和她的吸絕的強度呢 都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想知道了 究竟 雙語的BB呢 對於這兩種的語言呢 是會將她們混淆在一起啦 還是她們可以將這兩種語言呢 是分開的 那所以如果呢 是一個相遇的BB啦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讓她聽很多英文啦 然後呢 我們就轉第二個語言 如果我們轉回去 一開始的那種語言的話 她們會不會再 絕得強一點呢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究竟小朋友是 可不可以分辨到這兩種語言啦 那我們的結果呢 見到呢 其實呢 初生的BB來講 她們是可以分到兩種語言的 無論她是單語的BB 還是雙語的BB 所以呢 我們就會覺得 啊 是不是一出生的時候呢 其實兩個BB呢 都 是不是一出生的時候呢 兩種BB呢 兩種BB呢 其實對於聲音 都是非常之有敏感度的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我 這個研究的生涯裡面 花了很多時間去做的研究啦 那呢 世界上的語言呢 有不同的 原音啦 母音啦 原音、副音 和聲調的 那我們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就會看一些 是一些副音的 那我們這裡看到一些 破音 爆破音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會看兩個聲音的 分別的 就是一個似音的 的 的 和一個捲舌音的 的 那我們試一下聽一下 這兩個聲音 那我們就聽不到啦 但是呢 就是 這兩個聲音是 的 和的 那其實我們很多人呢 都覺得 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如果是 語言裡面有這兩個聲音 就 譬如說是 印度人 那 他們呢 就會分到這兩個聲音的 那 在印度文裡面呢 呢 da呢 就是 的 而 da呢 就是 樹枝 但是對於英文的小朋友呢 他們呢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 那 大人呢 就分不到了 那小朋友 又分不分到呢 那在我們1984年的 的 的研究裡面呢 我們呢 就 我們就 用一個 BB 轉頭的 實驗 去看一下 他們分不分到 這兩種的聲音的 那我們的結果呢 顯示 6至8個月的英文的BB 呢 他們還可以分到的 8至10個月都可以 但是去到10至12個月呢 就已經是沒有了這個 敏感度了 所以 他們分不到這兩個聲音 但是呢 印度文的BB呢 去到10至12個月呢 呢 持續都是可以分到這兩個聲音的 而這個結果呢 亦都是在有不同的實驗 都支持我們的論 支持我們的結果 那這個分辨呢 亦都對於 手語呢 亦都是 有相同的地方的 那呢 雙語的BB呢 是對於兩個語言 都有相同的敏感度的 就是 他們兩個 兩種母語呢 都有相同的敏感度 非常有趣的就是 雙語的BB呢 其實對於一些 一些聲音的分辨呢 是 他的敏感度呢 是會持續地高的 相比單語的BB 那我們呢 亦都是用相同的聲音 去測試 去測試 不同的BB 那在這裡呢 藍色呢 就是單語的BB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其實 去到後面的階段 那 單語的BB呢 就已經開始 慢了 那 那雙語的BB呢 就是用綠色去顯示 那 他們到12個月的時候呢 其實 都還是有這個敏感度的 那所以呢 那雙語的BB 可能會遲少少啦 但是呢 其實他們的 他們的 敏感度呢 是會 持續得久一點的 那 而王教授去做的實驗 就是會看一下 大人 學習這些 聲音的 對比的 那在我們這裡看到呢 在BB 半歲之後呢 如果他們 可以 分辨到兩種 的聲音的話呢 那他們的 語言 詞語的發展 都會好一點的 哦 那如果我們 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我們首先 教他們 兩種 相 和兩種 聲音的 配對之後呢 那 跟著我們看一下 他們去到 測試的時候呢 就看到 去到18個月的時候呢 英文的BB呢 是可以有效地 學到這兩種不同的聲音的 那 單語的BB呢 在18個月的時候呢 都還是成功的 那雙語的BB呢 就 去到 20個月的時候才開始 再一次 但呢 我有個同事呢 就跟我說 這個是不對的 那如果呢 兩種語言 是 足夠不同的話呢 相語發展的BB呢 其實 他們跟單語BB 去分辨一些 聲音的能力 其實是一樣的 但如果這兩種語言 是非常之不同的話呢 那他們就真的 容易比較混淆了 OK so as you can see then speech perception bootstraps language 你可以見到呢 就是 語音的變色呢 是會促進語言的發展的 無論是單語 還是雙語學習的小朋友呢 其實他們都有相似的地方 當BB有一些語言的 接受到語言的時候呢 他們會看到 他們會看到 媽媽的樣子 跟他們講話的時候 或者餵他們的時候呢 他們都會看到他們的樣子 BB呢 是會 對於這些面貌 是會有很多的注意的 例如在他兩個月大的時候呢 他已經能夠配對到語音 和影像的 那這個女士呢 就在兩個影片 一個是講R的音 一個是講U的音 那 BB呢 有一組會聽到R 有一組會聽到E 那這個實驗就是 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他兩個月大的時候呢 就可以配對到 他聽到的音 和他看到的影像 那 但是呢 不同的 母語的小朋友呢 他們是會有不同的表現的 例如 例如 在英文的單語小朋友 和西班牙文的單語小朋友 英文呢 巴和花呢 是兩個不同的音 而西班牙文呢 巴和花呢 是同一個音來的 嗯 普通話有沒有巴和花之分呢 各位 哦 那普通話是沒有的 那其實這個實驗呢 就 顯示出 小時候的 西班牙文的小朋友 或者是 普通話的小朋友 他們是不 他們在六個月大的時候呢 他們是有能力去分辨巴和花的 但是他們去到十一個月的時候呢 就已經不行了 那現在在巴塞隆牙呢 都繼續做這個實驗的 應該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那BB呢 都可以追蹤著這些的影像呢 就算是沒有聲音的 他都可以憑著看影像呢 去分辨出兩種的語言 那其實成年人都可以的 但是呢 就沒有小朋友做得這麼好 那這個實驗呢 就是 我們 首先呢 現在是 哦 他那時候呢 就是給了一些的 影片呢 就給BB看 那這些 那這些 港姐呢 就是他是 法語和英文的相遇的成年人 那他們講不同的句子 那然後就給BB看 那但是呢 就不讓他們聽那些聲音 只是讓他們看他們講句子的時候的樣子 那他就坐在媽媽的 的大腿上面 那然後就 看著那些影片的 那 那 這個 BB呢 就首先呢 就 聽第一個講者 講英文的句子 另外一個講者又講另外一些英文的句子 然後看很久 之後呢 直至他們很悶的時候呢 就不看得那麼久了 那呢 下一步集呢 就開始去看一下他可不可以分辨了兩種的語言 那 那在對照組裡面呢 就 啊 給一些 都是英文的句子 但是另外一個句子去聽的 去看這個影片 但是 另外一個的實驗組呢 就是給他看 他講法文的時候的影片 那你可以見到呢 那四個月大的英文單語小朋友 啦 和相語英文法文的相語小朋友呢 他們在四個月大的時候 都可以分辨出 就是憑著看影片 是看到他們有分別的 六個月大呢 同樣地是同一個結果 但是八個月大 你會見到那個分別呢 就是 單語小朋友 他已經不能夠 就是看那個影片去分辨出 那個講者呢 在講不同的語言 那現在看看大家 又可不可以分辨到 究竟 在講那個人 他在講什麼語言呢 其中一個人呢 就是在講英文 另外一個人就是在講法文 你覺得 哪一個人在講法文呢 哪一個人在講法文呢 哪一個人覺得是 這一個人在講法文呢 是在講法文呢 有幾個人 就是在講法文呢 有幾個人根本分不到的呢 那我現在再播一次給大家看 那我再播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看看他的嘴 哪一個是 是圓形點 好像想疼你那樣 那如果那個呢 就是法文了 那現在我就告訴你 你可以找哪個法文 但其實 小朋友是沒有這些提示的 那你會見到 英文和法文的商語小朋友 他是不需要這些提示 都可以分辨到 那現在就看另外一個實驗組 就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是不懂英文 法文 其實他們是懂的 西班牙文和加泰龍尼亞語的商語 他們呢 有另外一個的結果 就是他在八個月大的時候 都和英文 法文的商語小朋友都可以分辨 那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他們 他們有更加多的注意力 還是他們延遲了他們的學習 其實他們呢 就是給了很多的注意力 想知道他們在聽的東西 是什麼的語言呢 那其實商語和單語的小朋友學習的時候 很多的步驟都是一樣的 但是有很多不同 那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商語的小朋友是處於劣勢 例如他們會很混淆 很多人都會覺得 他們會混淆 但是其實呢 事實上是不會的 他們有時候會撈亂一些字 那其實 他們在混亂一些字詞的時候 其實跟他們在哪一個環境說話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其實有時候呢 就是可能他在家 他只是知道某一個語言怎麼說那個物品 所以他才會用另外一個語言去表達 有人會覺得 商語是會引致 語言的詞緣 甚至語言的疾病 其實他可能是會有一點點言詞 但是不代表他們是有語言的疾病 商語和單語小朋友 幻想語言疾病的機率是一樣的 他們呢 是會說 在各自其中一種語言呢 都是會說少一點的字 但是如果你看回多一些書 或者多案的時候呢 其實 跟單語發展的小朋友呢 都會是一樣的 那會有一點點的分別 是都挺有趣的 那有些人會認為呢 雙語呢 其實是會令到小朋友有優勢的 例如 他們是會 更加好地學習兩種的文法 而因為他們懂得兩種的文法 他們都要經常地切換 那你會發現呢 小朋友呢 在其他的情況下呢 都會很容易可以切換不同的規則的 根據那個環境 還有 他們會經常都會注意周圍的一些提示 那所以 其實最好呢 就不要覺得 譬如說 商語是好還是不好 他只是跟單語的小朋友是不同 因為每個小朋友都會 基於他自己身處的環境 賦予他們的資源 去有不同的發展 那現在我就給一個的例子 來看一下 究竟單語和商語的小朋友 究竟是有些什麼的分別 那在學習字的意思的時候呢 單語和商語的小朋友的假設和預算 都會有不同的 那單語的小朋友呢 會預測每一個的物品 都會只是有一個名稱去標誌 例如這個圖片 他就會認為這個物件 只會有一個名字就是狗 英文就是dog 但是 商語的小朋友呢 其實在他的環境裏 就會聽到有兩個不同的標誌 例如他是法文和英文的商語小朋友 他就會聽到dog和chin 就是法文的狗 那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實驗 就是我給一個綠色的狗 給他看很多次 然後再給一個橙色的狗 然後就告訴他 這個橙色的狗叫做save 那有另外一個實驗 有另外一個實驗 就給一個綠色的狗 和橙色的貓去看 如果商語的小朋友呢 就會看著紫色的狗 他就會想 你現在叫這個紫色的狗 叫做save 其實他也是一隻狗 但是單語的小朋友 因為他之前學習了 save是等於狗的顏色 橙色 所以他會看著橙色的貓 跟相遇的小朋友很不同 最終其實單語和相遇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慢慢都會發展 知道每一個物品都可以有不同的組別 不同的名稱 慢慢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在語言聽到的東西 未必一定是標誌那個物品 可能是說他們的性質 但是他開頭的時候 單語和相遇的小朋友是有不同的 現在去總結 其實每個小朋友 都是由天生 就已經很準備去學不同類型的東西 無論是一個語言 還是多個語言 其實都是根據他身處的環境 所以每一個小朋友 其實開頭都是一樣的 但是單語小朋友 因為他生活在單語的環境 所以他只會學到一種的語言 但是相遇的小朋友 就因為他有多個語言的輸入 所以就會學到兩個語言 所以每個小朋友 其實都是根據他的環境 哪一個最好 還有最舒適的 還有最自然 他們就會發展出不同的語言 多謝我的所有實驗室的人員 還有其他支持我研究的所有人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因為正如我講過了 這是Q&A time 但我們只會在香港 我們只會有一個質疑 或我們會等到 我們會等到 Q&A session at the end Professor Wukka thanks for your wonderful speech I'm a neurosurgeon I also have some research about the bilingual dysphagia with you know the Portuguese and Chinese in Macau you know in Macau we have a special population we call a mechanist is mixed by with Chinese and Portuguese they learn Chinese and Portuguese since birth so both Chinese in Cantonese and Portuguese are their mother language and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this patient after being damaged the bilingual patient with Portuguese and Cantonese is quite different than other bilingual dysphagia some patient after brain damage they have a Chinese dysphagia but they can speak simple Portuguese and some group they can speak simple Chinese but cannot speak Portuguese so we know that Portuguese is we call pictograph language and it's phonic language and Chinese the pictograph language is quite different we suspect even in the brain in the language center is different in the in the cortex in the in the cerebral cortex and maybe the the mechanism is have some different way so in your experience or all the study you can you you know that you have different group children bilingual children using both phonic language of phonic language and the pictograph language what is the different i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can you can you right introduce yeah so we have a lot of babies in Vancouver growing up with English and Cantonese or Mandarin or both but of course with their babies they don't have they don't read so they don't have an alphabetic or a pictographic language they just have the sounds and in the early days of brain imaging people argued that they thought that if you acquired two languages from birth that they were represented in exactly the same places in the brain and it was only if you acquired a second language later that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t's probably a resolution difficulty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not just not just localization but the pathways a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ecause for example and I'm sure Dr. Kager can answer this better than I can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 and intonation and it's just there are differences even from the beginning but I think you raise another re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that once you start learning how to read there's very different support from the orthography or the writing system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 than there are in alphabetic languages and languages solve problems in fascinating ways so there aren't as many word forms in Chinese languages so even with tone you have a lot more instances of a single word with a single syllable with the same tone meaning different things you know it can mean up to 15 different things in some cases whereas in English we have very little homophony and but your orthography disambiguates the homophony so you have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s for those similar for those identical sounding words whereas in English when we do have homophones words that sound the same we write them the same so we don'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orthography so I think that I think that I don't know you know which would predict how which language would stay in the brain after damage but I think that the reliance on the orthography on the pictographic language is very different in Chinese than it is in Portuguese so that probably is part of it dominance might be another part so most bilinguals are dominant in one language or age of acquisition but you said they were simultaneous but it's a wonderful question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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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